感谢主啊 打开圣经 猎王纪上 第十七章第一届到十六届 猎王纪上十七章第一届到十六届 那有个人讲一个笑话 有一个记者在采访在办理 突然间看到一大堆的人围在马路当中 是一个车过来 这个记者呢 这个女的记者就很紧张 要去拍照抬摆 但是那边的一大堆的人真的很挤 挤到密不脱风 所以他要怎么样挤进去 也不能挤到进去 后来就想一个办法 他就大声喊 大声喊 走开走开 那是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 一跑进去 他就听了情况就散开了 给他走进去 他跑到前面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看着他 为什么呢 死的是一头牛呢 牛是他妈妈 谢谢主啊 来看猎王纪上第十七章一之六届 今天我要给你分享如何突破瓶颈 大家说瓶颈 瓶颈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瓶颈 什么是瓶颈呢 瓶颈是一个很特别的名称 其实简单来说是没有物种的 大家说没有物种的 没有物种的 用完了 用完了 做完了 做完了 走到近了 这个意思是瓶颈 那兄姐妹 为什么你能够有瓶颈呢 他被你个臂肩膀下告诉他 因为你是人 你不是神 你是人的话 你就有瓶颈 我们做到一个程度 一定到了尽头 我们用到一个程度 想到一个程度 去到一个程度 一定到了瓶颈 因为我们是人 当你明白是人的时候 你的瓶颈是很自然的现象 但是有一些人 就是因为瓶颈而走不过去 就掉进那个危机里面 那兄姐妹 今天我要告诉你 因为你是人 所以你有瓶颈 今天我们来看 学习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很特别的人 他们也面对瓶颈 但是我告诉你 有上帝 我们就能够突破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 如何突破瓶颈 我们来看第二个计算 17章 一字十六节 这段经文非常出名 是以利亚 遇见沙拉伯父母的一段经文 那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候有一个很邪恶的王 叫阿哈王 这个阿哈非常邪恶 非常败坏 凶惨 一个魂巨人的 上帝要责罚了 所以上帝就命令以利亚 告诉他说 从今天开始 我不叫你让你的国家有患灾 直到我祷告 以利亚祷告才有以下 你们来看 第一节 17章 第一节到17节 圣经这里说 激烈寄屈的提斯比人 以利亚 对阿哈说 我指着所侍奉永生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去世 这几年 我若不祷告 必不降路 不下雨 耶和华的话 领导以利亚说 你离开这里 往东去 藏在 约旦河东边 的基利西 基利 西 糖 你要 你要 喝那七里的水 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以色列的 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 去住在越旦河东的基利西边 乌鸦早晚给他 鸟饼和肉来 他也喝了那七里的水 活了些日子 七水就干了 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 耶和华的话 领导他说 你起身 往西顿的沙拉法去 住在那里 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位 一个寡妇 供养你 以利亚就起身往沙拉法去 到了城门 见有一个寡妇 在那里剪裁 以利亚呼叫她说 求你用漆米 取点水来 给我喝 她去取水的时候 以利亚就呼叫她说 也求你 拿点饼来 给我 她说 我指着永生 耶和华 你的神 起诉 我没有饼 糖内 只有一点面 瓶里 只有一点油 我现在找两根材 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 做饼 我们吃了 死就死吧 以利亚对她说 不要惧怕 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 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 拿来给我 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 做饼 因为耶和华 以色列神如此说 谈内的面 必不减少 平米的油 也必短 也必不短切 直到耶和华 十亿 降在地上的日子 有唬告 感谢主 先知 什么是先知呢 就是上帝透过他说话 上帝告诉他他的话 然后他向个人说的 这就是神人先知 这个神人叫利亚 他向个王说 这从今天开始不再下雨 直到我祷告才有下雨 他这样子讲的时候 你说什么情形会发生 王会追杀他 上帝的话就领导他说 你去到一个河边叫基利 基利七旁在那边住 我要派乌鸦来供养你 然后每一天的时候 我就是乌鸦当肉给他 当饼给他 直到那个汽水喝完了 没有下雨 一定会玩了有一天 玩了以后呢 上帝就再一次告诉他说 你可以起来 然后去到一个地方 叫沙法的地方 这沙法的地方 不是一个穷人家的地方 然后那边有住着一个寡妇 你去到那边 我要使那个寡妇来供养你 这个故事就成了 对不起没 到了那个寡妇的地方的时候呢 他看见寡妇 就请他给他一点水喝 还没有喝完那个水的时候 以利亚就叫他说 你可以给我一些饼吃吗 那寡妇就很穷 穷那一程度 家里面只剩一点面和一点油 他告诉你 我真的没有了我真的干了 我剩下一天我捡两个 才回去就是做了这两个饼 吃完了就等死了 以利亚告诉他一句话说 不要怕 你只管给我吃 然后为你的儿子和你来做饼 兄姐妹 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个汉灾的这个瓶颈 寡妇也面对这个瓶颈 但是我告诉你 在我们信主的人遇到瓶颈的时候 要怎么做 翻出来看 第一 兄姐妹 你会遇到瓶颈 因为你是人 不过当你遇到瓶颈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大家跟着一位说 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相信 上帝在瓶颈中掌权 大家说瓶颈中掌权 瓶颈中掌权 上帝掌权 阿们 看出来经文 耶和华德华 引到以利亚说 你去 往东边 越南河东边的基地 基旁 在那边有水盒 然后我每一天 派什么 派一个有钱人 派一个士兵 派一个卖楼底的 是吗 不是 他派一次乌鸦 这次乌鸦要单饼给你吃 那对我几位想想看 那时候是干旱灾 那时候是旱灾 大家都没有得吃 我问你去哪里找饼和肉 但是就是这么奇妙 这只乌鸦 能够每一天当饼和肉 给鱼饶吃 那对我几位 你看到这里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你的神上帝 是掌管万有的 连乌鸦也听祂的话 祂知道哪里有饼有肉 大家都在抢着肉吃 大家都在抢着饼吃 你要找一只死老鼠都没有 哪里去找到肉 找到饼 你想想看 但是在以利亚听上帝的话 去到这个欺骗住下来的时候 每一天有乌鸦当饼 你说奇妙吗 那众姐妹 在这里你就看到 一个真理 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如果你相信 耶和华上帝掌权 其他的事情一定发生 那各位姐妹 为什么 他们刚才特别强调 为什么你会遇到瓶颈 因为你是人 如果你依靠人 你看环境 你会面对瓶颈 但是基督徒 你不一样 你跟BJ马来告诉他 你不一样 因为你有神 那各位姐妹 当你有神的时候 你要活着像一个有神的人 大家说有神的人 有神的人 不要像一个好像没有神的人 既然你是一个人 你当然会变得瓶颈 你靠另外一个人 也是同样变得瓶颈 因为大家都是人 但是你的不一样 你有主在你里面 你的主是神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你的主是什么 你的主是死无便有 大家说死无便有 死无便有 你叫死里复活的神 死里复活的神 所以当你相信你这位神的时候 你要看到一件事 发生在你生命里面 我们基督徒有神迹发生 因为我们的神掌管万火 也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你看到 他告诉以利亚说 以利亚乌鸦要担肉银子 乌鸦要担肉银子 这个是一个瓶颈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 每一天 他就看到乌鸦丹肉银子 对不起没 今天你的日子 你相信 也要挖在你生命里面 掌权 我告诉你 如果你相信的话 你每一天都过着平安的生活 每一天你就过着一个得胜生活 虽然你在这个瓶颈当中 那弟兄姐妹 今天如果你靠你自己 你的能力会用完 你到了一个顶点 到了一个尽头 但是常常上帝动工啊 就是你到了尽头的时候 才能够看到神迹 我告诉你弟兄姐妹 那时候我们忘了一点 你如果可以做的那些叫神迹 那是很自然化神 一个人很努力的工作赚钱 我问你那个是自然还是神迹 自然 如果一个人不能工作的情况底下 在最恶劣的环境底下 他竟然可以生存 而且生存得很好 我问你那个神迹 还是你的工作 神迹 所以基督徒的特别就在这里 我们不是看环境而生活的人 也不是看市场而生活的人 不是看情况而生活的人 我们是看神而生活的人 我们在任何的情况 任何的环境都能够生存 因为我们有神 因为有耶和华上帝 在死无业变故 叫实力复活的神 活在我们里面 所以他并掌浅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不惧怕 我们就不丧胆 不灰心 因为我们知道在前面 我们的神 在贪负我们 对不对 对不对 当你活着这个信心的时候 你相信上帝掌权 有什么意思 问题呢 但是你相信我的上帝掌权 总之我的上帝看过 祂掌权 祂一定帮助阿们 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着的 当你过着这样子信心的时候 我丢见你 也受你每一天都丰盛 阿们 第二 当我遇到瓶颈的时候 如何突破 我告诉你要相信什么 我来看 要请上帝在瓶颈中引导 说上帝的引导 上帝的引导 判断尽能 很奇妙 第八戒 你会注意到 第八戒这句话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 按照耶和华上帝所说的 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我 对不起 这里说耶和华临到我 不停的重复 是告诉你 你的生活 不是看环境 而是听耶和华的话 当耶和华的话临到你 你垂听 你顺服的时候呢 神迹就发生 看到经文 第九戒 耶和华的话临到 以利亚说 你起身往西顿沙法 去住在那里 我吩咐那里的一位寡妇 供养领 你小心看断经文的时候啊 你会发觉到很滑稽啊 非常滑稽 上帝的作为啊 真的很奇妙 是你不能想象的 上帝告诉以利亚说 以利亚 你往沙拉法去 我要派一个 什么人 瓦夫 如果是我的瓦 我一定会想 瓦夫 老公也死掉 还有什么可以给我的 对不对 那兄姐妹 你注意一点 如果上帝 叫我去 这种 这种 穷人家 老公死了 孩子有四五个 你去住跟他们 他们 他们要养你 还是 上帝的话 临到你 你去到那个啊 City Review的 还没有到City Review啊 对面那个时钟 时钟住学校就职啊 对面的那个 骆文秀的家里面 然后在那边住 那边的人 会供养你 这个有逻辑啦 对不对 骆文秀 怎么样汉灾也 剩一点点啦 懒心都要上帮带啊 是不是 对不对 寡妇啊 竟然就用寡妇来养我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想 对不对 很奇妙的 上帝要做工 真的是 看环境 而且你说 上帝叫以利亚 去到那个家 是祝福那个家 还是以利亚不服 叫以利亚去那边 是要祝福那个家 要救那个家 对不对 你看看经文的时候 上帝奇妙 上帝不是用一个有权的 我问你 上帝如果叫用 各层 邻居的城市的一个王帝 来照顾以利亚 可以吗 叫一个财主来 来照顾以利亚 可以吗 叫一个有钱的寡妇 不要说群群 有钱的寡妇来照顾以利亚 可以吗 都可以的 但是偏偏上面 写一个穷寡妇 为什么你知道她穷呢 在下面 那记载你就知道了 她这个穷的剩下 一点面和一点油 但是就这么奇妙 以利亚有没有回应啊 有没有回应上帝说 诶别啊 会有谁啊 有没有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她是神人 大家说神人 神人 就是神的人 神的人 看见上帝的事情 大家说 上帝的事情 上帝的事情 为什么 这个圣拉法寡妇呢 怕 我们来看啊 看第三节 啊 第十节 这里说 所以以利亚就起身 往沙拉法去 到了城门 见了一个寡妇 在那里剪裁 以利亚呼叫她说 求你用鸡皮去点水给我喝 她去取水的时候 以利亚呼叫她说 也求你给我点吃 她就说什么 我指着永生的耶稣啊 你的神 其实我没有鸡皮 你只有一把面 凭你吃一点油 我现在找两个财 回去我的孩子做饼吃 我们吃了 就死了 本死了 你看 上帝一召以利亚 去找撒拉法寡妇 撒拉法寡妇 为什么呢 因为撒拉法寡妇 是普通人 大家说普通人 普通人 以利亚是神人 神人 大家说以利亚是神人 以利亚是神人 撒拉法寡妇 普通人 撒拉法寡妇 普通人 你是神人还是普通人啊 我是普通人 神人 就明白上帝的心 神人就不惊怕 神人听得懂上帝 说什么 神人 知道上帝我叫他去 一定有公义 一定有神迹 神人 神人是不看环境的 是听耶和华上帝的声音的 撒拉法寡妇 是普通人 他看环境 他说 我无奔布的 我春午节了 我被死了 这个是普通人 没有 他看不见上帝的主意 所以你是神人 还是普通人 还是普通人 感谢 接下来的伊利亚就对他说 不要怕 可以照着你所说的去做 只要先为我做一个饼 拿来给我 然后 注意啊 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你和你的儿子 你和你的儿子 就是说 在撒拉法是两块 在伊利亚是三块 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伊利亚告诉他一个应许 所以当你为我做的时候 你的孩子和你就有了吃 最后很多时候 你又发觉到伊利亚有可怜 如果是我的话 哎哟 好人喔 我懂我吃了 我老心也不贵 我吃了吗 我脱了吗 我脱了吗 脱了吗 还没什么 吃了吗 什么事 如果是我的话 这样子呢 你看伊利亚一点可怜都没有呢 我吃了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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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做工真的奇妙的 很多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就是教导 撒拉法国父信心 大家说信心 信心 圣经里面说 人非有信 不能得上帝的喜悦 我告诉你 上帝要你用信心依告他 从他里面领受一切的工证 是一个信心非常重要 那他告诉撒拉法国父说 你不要怕你给我吃鲜 一点可怜都没有 因为他是神人 他说他是神人 他是神人 他看见了上帝在前面要做的事情 他听见了上帝在前面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问你 你是普通人还是神人 如果你是神人的话 你就看到在前面上帝为你一边的东西 是神人 这个图 你信神 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的神是活的 所以你的信心要建立在他的那边 而不是在建立环境 你要看见前面 虽然你的现在是这样子 不过你要看见上帝 看见前面 这个叫神人 所以一个神人的反应是什么 当问题发生 当瓶颈来到的时候 那个不是他的瓶颈来到 他说 感谢主 我相信上帝必为我一辈 上帝必看见了 总之我死不了的 总之有上帝在我的生命里 我祷告 他要与我同在 叫上帝与我同在 我必须得胜这个乌冠 我必须得胜这个乌冠 我必须得度过这个乌冠 这个神人 他说我们走不着信心的一步 他说上帝叫你做的东西 是超乎你所想的 超乎你所想的 超乎你所想的 而且是很难做的 你走不过你的逻辑思考 你说十分之一 很多穷的地方 他说我很可怜 但是我还是鼓励到 你穷你跟他互冠十分之一 原来就是你赤福的管道 当你完成上帝的心意 这一切你所需要上帝就给你 就这么奇妙 很多人就是把自己推进瓶颈里面 领受上帝更大的租金 我有同学 在神仙读书的医生 是律师来的 他们可以赚大钱 出大理 他们放下来医生 放下来律师的那个身份 去做一个仙教士 过着一个贫穷人的生活 而且还要靠人家支柱 但是他们领受的是更加丰盛的东西 是遣满不到的 有一次把自己推进另外的领域里面 让主的大人彰显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看到你的环境的人 普通人 还是看到上帝的大人的神人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看见上帝的大人 你在瓶颈当中 那个不是你的瓶颈 你只有在瓶颈当中 看见上帝的引导 上帝的引导是奇妙的 用上帝属灵的眼睛 才能够看得透 看得明白 不能用肉眼看 你肉眼看就如撒打寡妇 只有两片 吃了就死了 但是以利亚告诉他什么 不会死 你给我吃 然后给你的儿子吃 给你自己吃 那弟兄姐妹 当你能够看到上帝的引导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其实瓶颈不是瓶颈 第三 上帝要在瓶颈中祝福 大家说瓶颈中祝福 瓶颈中祝福 看 列文记上第17章15节到16节 15节 夫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 他就 他和他的家中的人不一样 吃了三天就死了 是不是 吃了一个星期就死了 吃了什么 大家几年来 吃了 许多日子 许多日子 不是一天 不是三天 不是三个星期 许多日子 吃到什么时候 我们来看 他那个灭火不减少 凭你的油缺 也不缺短 正如耶华记 是以利亚先知所说的话 直到 已降下来 各位姐妹 今天如果 你是一个依靠上帝的人 信靠上帝的人 其实在瓶颈当中 你更加要经历上帝的风神 在瓶颈当中 你要看到他的祝福 在瓶颈当中 看到主的伟大 在瓶颈当中 你更深突破了 看见原来 你的神是这么奇妙的 在瓶颈当中 你才能够真正 感受到上帝 丰盛的赐福 原因在那里 我就告诉你 如果你能够做的事情 是你做的自然的发生 那个是自然的现象 不是你做的才是神迹 真正祝福 阿们 各位姐妹 我介绍你这个人 这个人是谁 你知道吗 陪你一起成长的 War Elias Disney War Elias Disney Water Disney 他就是 这个迪士尼 这个创办人 还有就是第一只米老鼠 Mickey Mouse 的制作人 这个人呢 其实 一从他的这个将军出来 除了理想 什么都没有的 很贫穷的 贫穷到一个程度 他手画的画 没有人要的 没有人要买 垃圾这样子 他投了稿 没有人要接受 求到一个程度 要去教会去帮人家画画 他自己除了理想 每天一只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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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钱 从租房间租到没有钱 去租了给他车房 做车的车房 早上做车 晚上给他睡觉 就黑油全部 油腻 很油臭味 很糟糕的地方 但是他还是放去画画 一直画画 一直画画 画得累个睡觉 他累个睡觉的时候 突然间发觉到 他在屋底上有一只老鼠 在跑一跑去 很乱 弄了 不能睡觉 后来他慢慢也习惯了老鼠 在那边叫他 在那边睡 然后 因为他在那边住了久了 也没有去害那老鼠 那个老鼠越来越勇敢 越来越走近他 甚至他在画画的时候 老鼠就在那边动了 就继续跑来跑去 有一天 他就看到老鼠 真的清静到哪里 就在那边跳来跳去 做一些很可爱的动作 在那边跳来跳去的话 他看了以后 就觉得很可爱 就送他一些的 那个面包 面包碎给他吃 那个老鼠 那只老鼠就成为 那个盆球 变成那个PEPS 他就整天在那边跳啊 跳啊 弄一些动作啊 滚来滚去这样子 他看得很可爱 突然间灵机一动 突然间灵机一动 他就把那个每个动作 那个老鼠的每个动作都挂下来 从那个size开始呢 他就制作了第一个animation 动画片 第一只的米老鼠 就因着这只老鼠而出名 而富有起来 才会世界的文人 而且陪伴着我们 一起度过许多的笑声 到今天 他是animation的始祖 就是这个Warnesley 他讲了一个很著名的话 这个人是基督 上帝给我一只老鼠 神叫他跟踵人 这个人如果都去车房 看不见这个老鼠 这是上帝给来的机会 提拔这个人 如果上帝要提拔你 一只老鼠都提拔了 一次机会就给你放转 阿们 所以你信他 信他就有奇妙的事情 发生在你生命里面 如果你是普通人 你看不见上帝的事情 如果你是生人 你每一天生活都有神迹 所以今天一集 我告诉你朋友姐妹 你要相信上帝掌权 大家说上帝掌权 上帝掌权 经历平静 你要相信上帝引导 上帝引导 上帝祝福 我们要相信上帝